今天咱们用这个仪器来修这个电梯上的按键啊 这个比万用比较好用 用它来测量LED灯珠这个电压也不错 这个电梯这个按钮呢 什么问题 按键好用 就是灯不亮 灯不亮的话 我首先看到这个电阻坏掉了 否则坏了 我就换了一颗 换了一颗之后 大家看一下 直接给它个电 因为这个仪器纹压二级管功能呢 它自身会输出一个20多伏的电压 咱们直接勾上去 看一下啊 8颗灯珠 亮了4颗 还有4颗不亮 咱们利用这个测量尾压管功能呢 也可以直接给这个灯珠两端 加个电 测量一下它工作电压大概是多少 看一下啊 2.55V 那么这个灯珠呢 也就是3V左右的工作电压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我这个万用表也可以直接点亮这个灯珠啊 是的 可以点亮 用数字表的2G管档 直接咱们测量 3V的灯珠它直接就可以点亮 看好 看点亮了吧 但是大于3V的灯珠 比如说这款 这是6V的灯珠 这个万用表就点不亮了 除非你用机械表 并且是10K档用的是9V电压那种机械表 用10K档可以点亮 但是呢 用这个小玩意就直接可以点亮啊 咱们看一下 并且呢 可以知道这个灯珠大概工作电压是多少 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灯珠量了 5.2V 5.2V的话 大约就是6V的灯珠 我把这两个钩子啊 接到我这个表笔上了 这两个测量更方便了 浸光测量 这儿你看 有点腐蚀 这个铜箔应该是断了 你看 这边是亮的 然后呢 接到这儿 看到吗 它就不亮了 说明这这点断了 咱们也可以用它这个功能啊 把它挪一下 挪到上面 这有测通断功能啊 先短接一下 看 然后看一下这个铜箔 看不通 然后从这儿量一下 从这儿扎进去 这儿就通着了 然后就这一家 这家不通 这家明显有腐蚀啊 看到了吧 另外这儿也有腐蚀 这个洞 看一下啊 这个洞应该和这个是通着的 看 这不通 咱们把这个飞给线 把这儿也飞给线 好了 咱们连接完线了 咱们再来测量一下啊 直接接到这个插件这两端啊 灯都亮了 工作电压 11.4V 然后它自身应该是12V的供电啊 有的朋友可能想着 你这个20多V电压 直接给它供电 甚至有时候单独给这个单颗灯珠供电 你看这个 不怕把灯珠给烧了吗 因为它它那个电压是有了 20多V 但是它那个电流很小 所以说啊 它烧不坏灯珠啊 20V之内的灯珠 都可以直接用这样测量好坏 很方便 这个测量灯珠具体工作电压 这只是能测个大概啊 但是呢 咱们可以测灯珠好坏的话 直接看能否点亮就可以了 其实它就是利用的里边有一个电源 这样的话咱们试机也不用尾压电源了 直接这玩意就直接可以试机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东西功能挺多的啊 以前也详细介绍过 想了解的可以翻以前的视频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